宋爷爷觉得自己对不起江爷爷 当时在宋福堡离开时 自己没有控制好情绪 哭了出来 当天江爷爷母亲去世的消息 想必大家都知道 宋爷爷认为当时江爷爷肯定很难受 而自己却先不争气地流下泪来 或许宋爷爷觉得这样会显得 江爷爷很是绝情 母亲去世跟宋福堡走都没有流泪 而就是因为这件事 甚至还被韩国网友拿出来 当众谴责 江爷爷是个没有孝心的人 这时被夹在中间的江爷爷 心里肯定五味杂陈 各种因素加起来 让江爷爷的打击很大 于是江爷爷开始渐渐退居幕后 而宋爷爷在录制这个节目时 还没有再次见到江爷爷 因为江爷爷回国后便直接休假了 宋爷爷此时想 如果等再见到江爷爷 一定要跟他道个歉 自己当时的情绪真的是崩溃了 虽然两个人彼此之间关系很是融洽 但是对于内心的底线行为 宋爷爷认为还是不该逾越的 江爷爷在节目中 表示自己突然接到母亲的去世消息 当时自己正在陪着福保 江爷爷表示自己母亲 是四月二日早晨去世的 而在两天前 自己和妻子去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江爷爷表示自己 还跟母亲说了 自己要去中国的事情 母亲还回自己 表示让自己注意安全 这是件大事 还对江爷爷说辛苦了 江爷爷的成功不是偶然 也更不是自己一个人的事情 而是自己的背后 有着全家人的支持 以及全家人都在为其做支撑 江爷爷表示自己姊妹六个 自己排行老五 当时事情出现后 自己也问了兄弟姐妹们 江爷爷觉得自己 好像不该去的 但是自己的哥哥姐姐们 想都没想就说 当然要去 当江爷爷背后 所有人都在支持他 做这一件事情时 江爷爷便再也没有了其他顾虑 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安慰自己 表示有他们在 让江爷爷放心 而江爷爷的任务 则是安安全全地 把福保送回国 并顺利回来 而这也是江爷爷最大的安慰 就这样 江爷爷在家人的鼓励和支持下 陪福保踏上回顾之路 前两天 福保一直忙着计划越狱 今天终于腾出时间 将前两天没干完的事 给他办 先回顾一下 福保前两天的进度 一天清晨 福保盯上了 园区外的一根观景竹 但奈何这根观景竹 过于高大 福保从下面尝试喂过 转头又想到了其他方法 福保通过小吊床 爬到了树上 福保打算从树上 给他掰过来 但是竹竿的倾斜度太小 福保的小短腿 有点够不着 就在福保从树上下来 继续想办法时 爷爷看到了福保的行为后 急忙将室外园区的门打开 哄福保去了室外 而今天福保正坐在小木床上 吃着竹子 浑着手里的竹子 感觉都不是很满意 福保这时 想起了前两天自己盯上的竹子 打算用漆来填饱肚子 但是上次福保破坏完护栏后 将爷爷已经对护栏进行了维修 福保盯着竹子 小脑袋飞速运转 福保看了看竹子的高度 又对比了一下自己的身高 福保站起来做尝试 发现自己办不了这活 福保四处找寻着工具 最终还是决定 爬到树上再试一下 福保依旧是选择 有树步走走吊栏 爬到树上后 福保抓住眼前的竹叶 先凑合了两口 福保发现 这次的竹竿明显更倾斜了 可能是这两天刮风下雨的原因 福保一把将竹子拉到身前 先闻了一下竹子的气味 感觉味道应该还不错 便从中间将其咬断 因为福保知道这么大的竹子 如果想连根拔起 根本没有可能 只能做点取舍 在福保锋利的咬合力下 很快竹子就被福保咬断 福保拿起自己的劳动成果就开吃 硕大的竹子 比三个福保还要高 福保吃了两口后 便对其失去了兴趣 又看到了更粗的竹子 但这个倾斜度依旧不够 福保还是够不着 而这时 爺爺将室外的门打开 又一次转移了福保的注意力 但相信 只要是福保裁点好的竹子 福保肯定会想出 吃上他的办法的 今天将爷爷受韩国宠物学院邀请 为其学院学生做培训 因为将爷爷可不是单纯的动物饲养员 他还有农学领导力讲师 以及动物繁殖学硕士等称号 将爷爷介绍到 大家都喜欢叫他熊猫爷爷 这是因为 一只在韩国出生的大熊猫 名叫福保 福保也是在韩国出生的首只大熊猫 将爷爷表示 叫爷爷 其实显得自己有点老 也可以叫他熊猫爸爸 而这也是有原因的 早在1994年 韩国就租赁过大熊猫丽丽 当时照顾丽丽的 也是江爷爷 当时大家都称其为熊猫爸爸 而在2020年时福保出生后 大家都开始称其为熊猫爷爷 江爷爷介绍了福保一家的情况 但是表示 他们全家目前为止 没有一次相聚过 因为大熊猫们都是独立生活的 所以没办法完全近距离见面 当雌性和熊性配种完后 熊性就会立马离开 留下熊猫妈妈 独自完成怀孕 分娩 育儿等工作 但江爷爷表示 虽然作为女儿的福保 没有和爸爸乐保见过一次面 但令江爷爷感到神奇的是 福保的行为和乐保是一模一样的 江爷爷讲到 照顾动物 一定要了解好每一个动物的习性 例如 不能因为它们都是大熊猫 就全部按照一个饲养方法 来对待它们 要清晰地知道 它们每一只大熊猫是不同的 了解它们每一只的生活习惯 也就是要精确到个体 不能一概而论 这一点很重要 特别是在动物园里的动物 它们的日常行为 被限制在了园区里 除了饲养员放进去的游乐设施以外 没有什么其他可以玩的东西 甚至就连吃的 都是饲养员给它们什么 它们才能吃到什么 所以对于饲养员来说 了解一种动物 不能一概而论 要精确到它们的个体 将爷爷举例了福保园区里的设施 例如园区的每一棵树 都是将爷爷亲自从山上挑选而来的 前提是要清晰 大熊猫们喜欢什么样的树 树上的分支结构对熊猫来说 是否方便它们攀爬 除此之外 像园区里的游乐设施 也都是饲养员 通过日常观察它们的行为和表现 所触发的一些做玩具的灵感 为它们制作而成 在做玩具时更要精细 例如选择什么样的绳子 是选择粗一些的 还是细一些的 以及选择用什么材质去制作玩具 这些都是要饲养员们去思考的 将爷爷表示 自己觉得动物和植物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 除了学习如何照顾动物以外 自己又去学习了造井专业 将爷爷盯着被折断的竹笋 内心又喜又痛 开心的是 福宝动手能力很强 难过的是 园区外的不仅用的竹笋 快被福宝嚎吐了 就在下班前十分钟 福宝吃光小床上的竹子后 鬼鬼祟祟地来到园区外围的竹林寝 看着眼前硕大的竹笋 蠢蠢欲动 小手轻轻将竹笋掰了过来 这时福宝的口水就止不住了 对着竹笋就来了一口 就在福宝坐下来品尝着竹笋皮屎 竹笋由于倾斜得太厉害 头部比尾不重 一下从根部折断了 福宝看着眼前自然成熟的竹笋 表示 爷爷你可看见了 我可什么也没干 是他自己倒的 为了不使竹笋浪费 我只能替你解决他了 福宝忍不住对着竹笋就是一大口 将大竹笋揽在怀里 福宝开心得不得了 就在福宝思考 从哪开始下口时 一个没坐稳 从岩石上滑了下去 就碰巧给竹笋压断了 福宝转身面朝游客 骄傲地仰起头 向游客们展示自己的大竹笋 福宝走到小瀑布的C位 坐下来开始品尝他的竹笋 福宝将竹笋尖尖抱在胸前 心里还时不时想着 身后另外的半段 福宝悠哉悠哉地 吃着自己亲手采摘来的竹笋 两个小耳朵连带着一栋一栋的 而此时 将爷爷通过监控 看到了福宝的行为后 也来到了园区 打算近距离看一下 自己宝贝孙女的光辉事迹 就在福宝快吃完手里的竹笋时 闻到自己的手边 怎么还有竹笋的味道 福宝拿起来一看 结果发现 是自己的青团 尴尬的福宝 急忙将其扔掉 装作什么也没发生 福宝回到室内园区后 将爷爷来到园区 查看福宝的作案现场 将爷爷拍照取证后 拿来工具 将剩下的竹子切了下来 然后将围栏进行维护 而此时在室内园区的福宝 正趴在小木床上卖蒙 好似刚才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一样 福宝正打算 对园区外围的竹子下手 这时 宋爷爷刚好走了过来 喊福宝放过观景竹 来吃爷爷 特意挑选的嫩竹笋 福宝听到宋爷爷喊自己后 回头看了一眼爷爷 感觉爷爷手里的竹笋 似乎没有自己选中的这个好 福宝犹豫再三 还是打算对观景竹下手 宋爷爷看福宝 对自己手里的竹笋不感兴趣 让其闻了闻 福宝被宋爷爷的竹笋吸引 暂时放弃了眼前的观景竹 但这个效果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宋爷爷将竹笋放在地上后 便离开了 福宝看到爷爷离开了 又转头望向了观景竹 看来吸引福宝的不是竹笋 而是爷爷 宋爷爷发现 这次好吃的竹笋 都打消不了福宝摘竹子的念头了 宋爷爷爷蹲在地上 让福宝放过园区外竹子的样子 看上去有点可怜 但福宝正忙着 想办法采摘竹笋 并没有回头看爷爷 最后 宋爷爷走之前 还特意摇晃了一下树上 挂在礼包带 试以福宝里面有好东西 让福宝打开看看 这是宋爷爷 特意一大早来园区为福宝准备的 福宝在尝了几口观景竹后发现 味道很一般 便又想起了 爷爷刚才放下的竹笋 福宝吃着爷爷爷准备的竹笋表示 果然爷爷才是最懂我的 很快福宝 便将小木床上的竹笋一扫而空 吃完竹笋的福宝 并没有被爷爷准备的神秘包裹吸引 而是转身便又去了观景竹笋 这次直接钻到了护栏里面 可能是随着福宝的长大 内心有股原始的野性 正在慢慢释放 已经不满存在于小小的园区里了 想跑去园区外围的竹笋里面一探究竟 宋爷爷爷急了 怕福宝真的爬进竹笋里 宋爷爷爷来到园区 将神秘包裹摘了下来 想引起福宝的注意 宋爷爷成功吸引福宝 福宝小心翼翼地从围栏里爬出来 但福宝并不是打算去宋爷爷那里 福宝有自己的想法 宋爷爷看福宝不过来 又拿来了竹笋 但竹笋在贪玩的福宝面前 也起不了作用了 最后还是福宝自己玩够了 才回的家 宋爷爷今天又将隔壁 饲养小熊猫的圣熙阿姨 请来为自己和福宝拍视频了 今天是福宝出生的第500天 宋爷爷爷为了福宝 做了一个胡萝卜花束 但福宝此时 明显对宋爷爷的胡萝卜花束 不感兴趣 反而是直勾勾的 看着照顾小熊猫的圣熙阿姨 福宝想用自己的可爱 俘获圣熙阿姨的心 这样福宝除了两个爷爷以外 就会又多一个姨母了 就在福宝沉寂在自己的想象中时 宋爷爷掏出自己的手机 打算与圣熙阿姨和福宝 一起拍一张合照 而福宝的注意力 依旧全在圣熙阿姨身上 当看到爷爷爷用胡萝卜花束 挡住了圣熙阿姨 福宝立马让爷爷把花束拿走 表示不要挡住自己的圣熙姨母 不管宋爷爷在旁边怎么哄 福宝都是只看圣熙阿姨 不看镜头 圣熙阿姨去哪里 福宝就跟到哪里 直到最后 圣熙阿姨亲手将花送给福宝 福宝这才安稳下来 表示很喜欢圣熙阿姨的鲜花 没想到对福宝来说 圣熙阿姨的魅力 比宋爷爷爷还要略胜一筹 而宋爷爷爷和圣熙阿姨 趁福宝安稳下来时 趁机拍了几张合照 而福宝这小情绪 已经深得圣熙阿姨的喜爱了 圣熙阿姨都快忘记 去接自己家的小熊猫回家了 圣熙阿姨将福宝吃剩的竹子 进行收拾 然后便离开了 毕竟自己家的小熊猫 都快等着急了 而福宝看到圣熙阿姨要走 立马翻下楼梯 想去拉住圣熙阿姨 不想让其离开